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落成焦点 德远贷款 撼动您的财富 德财兼备 财富翻倍 首先呢 让我们介绍一下德远贷款公司 德远贷款是资深的金融策划专家 曾为无数遇到贷款困难的家庭提供贷款解决方案 实现买房的梦想 致力于传播金融理念 建立理财观念 提供贷款培训 贷款案例分析 帮助更多的家庭实现财富的积累 德远贷款是资深的贷款专家 擅长为餐饮从业者 美容美发从业者 留学生 应届毕业生 访问学者 国际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贷款服务 为贷款经纪人提供实战的专业培训和专业指导 详细的咨询电话是949-996-9258 949-996-9258 德远贷款太好贷了吧 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德远贷款的CEO宁云先生 宁云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相信宁总最近也是关注到我们的人民币的汇率在破期 所以想请教一下宁总 目前的这个市场讯号您觉得对人民币来讲是利还是币 首先呢 这个信息这几天的确都已经在很多的我们华人的资讯的平台 还有国内的那个新闻网道上面都大规模的进行报道 那么国内的主流观点或者是官方的观点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导致的 而且因为这个像欧元区啊 英镑啊 他们的降幅其实远远比人民币降幅要多 所以他们会鼓励国内的市场说不需要进行一个太深度的解读 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么在我看来的话呢 他们是一种更加多的一种救世的举动 首先呢 我们知道国内的疫情的原因的导致 以及美元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行一个加息 那么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对于未来说 短期来说我们是一个看跌的 尽管说我们久远的看法呢 它还是有可能会回到比如说人民币就会升值的这么一个空间 但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我们应该可以看见会有更加多的资金从大陆呢出来 因为呢美元的确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币钱资产 嗯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这个汇率破七的时候啊 特别是到我们年底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在年底要把钱从中国汇到美国来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听说很多 比如说原来可以大额转账的这种资金啊 也是在中国被严格的监管 而且很多这种钱庄也是被查封 所以您觉得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 是否是我们将来比如说往外换汇的时候会越来越困难 嗯 对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很早以来就已经有迹象了 中国政府呢在2016到2017年这段时间的话呢 通过一系列的举动封堵了很多那个资金离境的一些漏洞 那么以前有地下钱庄啊 以前有那个人头算数来转钱啊 还有亲戚朋友啊他们这些收款账号啊 那么零零散散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啊 但是呢据我所知很多的资金离境的渠道呢都已经被关掉了 那么呢啊资金离境只要有这个需求 那么这些通道是一直存在的 只不过他们会更加啊越来难以被普通的大众啊 用的账或者用的上或者成本会越来越高 打比方说以前一般资金离境的成本啊 一到三个percent 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他们它有可能涨到三到五 或者三到十个percent的都有你的啊具体的钱数 还有你要怎么样的离境的方式 那么啊首先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说 他们到底是合规的还是不合规的 但是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一个一个趋势吧 因为本来说资金它资本本身就是一个趋利的一个一个一个主体 那么不管政府如何的阻挡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主观上面 不想要如何如此多的资金离境啊 啊导致金融的一些动荡 但是他们都会想办法的进行啊那个流动啊 随着这个美元的继续走强 随着美联储继续宣布加息 我们最近看最近几个星期的数据 我们可以预测说下个星期美联储应该会宣布加息75个基准点 嗯 甚至的话呢在今年年底之间还会进行是加息 我们会预测来说呢 对于人民币的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 嗯 是这样的 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国际形势也是比较紧张啊 大家都说这个乱的时候要买黄金 但是最近黄金跟股票的形式都非常的不好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投资这个美国资产 因为现在觉得美元真的是持续性的走强 说最乱的时候什么最保值 还是美元最保值 说就是在国民党逃跑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说蒋公要把这个钱换成美金资产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投资客 还是前扑后继的要来美国买房 就是做这种固定产的一个投资 这点宁总怎么看 首先来说我们可以看见 最近今年上半年以来 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一些 我们中国国内的买家来美国进行买房的 这个有所抬升 相对于去年来说 我们觉得我们感觉是有所提高的 就是咨询量是有在提高的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 我们老话说的这个润 我也是刚刚学会的这个 这个润的确会有很多的资产 现在正在往这边进行一个避险投资 或者进行一个流动 我个人认为的话 在接下来的时间 这种趋势还会进行一个明显的一个流动 而且国内对于未来疫情的一个政策的不明确 还有就是我们认为它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的确会让很多的经济感受到了压力 那么如果说你明知那个人民币要贬值 那么在你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如何配比你的资产 我认为是很多已经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的 还有那个业务模式的企业家 或者个人家庭都会去考虑的事情 那区别只是他们是去欧洲 还是去美国 还是去什么别的国家 进行这么一个避险的那个动作而已 但是宁总您对现在美国整个的这个房产的市场 您觉得还看好吗 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有很多数据 就是房产的交易量在下降 那其实我们很多居住在美国的人 其实对房产市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因为看到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这一点您怎么看 好的 首先来说 您今天就提醒我突然间 今天我接到了我一个客人的电话 他在那个 他是在三月 他是在六月份左右的时候联系我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利率达到了 一定达到了5.8 那么后来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继续聊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利率又掉到了四点几 那当时他很开心 那今天的话他很伤心的给我打电话 他说听说利率破6了 我说对的利率破6了 所以说他说他一直在找房子 那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他一直在找 找了在佛罗里达之后 他一直找一直找 但是他说找不到 他说看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呢 出来还没在溢价 别人就已经拿走了 所以就是说 他买的房子是大概是50到60万左右的一个房子 在当地呢 既不是最低的 也不是中间 应该是中间偏上一点点 所以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在这段时间也跟了很多Riot进行一个聊天 他们都给我统一回馈式 或者是general回馈式 整个的房子呢 的确有一点哭档 然后呢 随着这个利率的上涨 包括今天这个客人 他也觉得 那个压力很大 觉得这个利率在这么涨 我是不是就不买房子比较好 或者是不想等到他跌下来比较好 那么最终客人来讲呢 他这种心态呢 我们可以反馈 这是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群体的 所以说随着利率继续上涨 那么这个房市会有一部分的could down的这么一个趋势 或者是向下的压力 但是市场还是很坚挺 就所有的渠道 我现在收到的信息 房市还是很坚挺 建商有可能 或者卖家 的确开始会开始给一些seller credit 让我们进行 我们以前做的321或者21的buy down 或者说是没有要 或者允许你做appraisal contingency 允许你进行一些溢价了 不出现几十个offer 不停的层层加码了 对不对 这些举动的确现在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 从卖家市场转移到买家市场 的确有这个趋势 但是还没有转 所以说我认为至少来说 就现在我们这个6%的利率 这个还没有把这个市场给打下去 还没有让大家失望 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 是站在我们华人的角度 或者站在一些你知道limited的 一个信息的角度 你觉得我觉得利率好高 那今天我跟这个客人评判的时候 我跟他说你说一个20万的房子 你加了1%加的很高 对不对 从他当时看到5%加到6% 那他说一年20万的贷款额 一年就是多 每个月多了200块钱 那么很多美国人 或者说当地的那些loan officer 或者那些经济跟他说 你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喜欢这个房子多200块钱一个月而已 你就为了多200块 你决定不住这个房子了吗 所以说他们看的不是这个利率多1% 或者说利率很高很高 他们看的是OK 这个数字我算了200块多一个月 这个房子我很喜欢 我觉得以后利率跌着我可以refinance 房价继续增值的话 也可以对冲掉这个 如果卖家再给一个321拜当 这个利率好像会更加跌了呢 所以说对于很多我们华裔的 我们华人的朋友说决定要观察的朋友 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和你当地的经济 去进行一个沟通 去看这个市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可否认 的确有一些市场因为涨幅过高 导致了他的房价有下压的空间 更加大的下压的空间 或者甚至说看见这个挂牌的房子 一两个星期就往下降两三万 一个星期两三万降两三万 这些现象的确会出现的 但是对于一些很好的市场 很好的房型 那么我现在观察的现象 还是非常的抢手的 只不过大家有可能是现金买 有可能是成交量叫偏低而已 但是整个房价我认为还是坚挺的 谢谢宁总 刚才宁总也说到说 希望这个美联储再把这个通货膨胀给打掉 但是这两天出现这个CPI的报告 确实让很多美国人很恐慌 说这个通货膨胀为什么不降反升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宁总 您看目前这个通货膨胀 美联储的各种手段并没有打压下去 您也多次在节目中说这个有后置性 那这个局面要后置多久呢 就是我们不能看着通货膨胀是越来越高 甚至是不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这该怎么办呢 OK首先一下这个星期的通货膨胀数据是8.3 高于那个市场预期8.1 所以说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出来了之后 市场马上在这个星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 因为这个加上我们前两天节目讲的 这个消费者性情指数的高涨 以及这个我们的就业率的 那个失业率的一个压迟在低位 这一连续的经济数据呢 都让市场非常的坚信啊 下个星期的美联储会加息75个基准点 那么在周一的时候 在周一的时候甚至有声音说周一的时候 有那些评估机构在周一之前说的是 加100个基准点的几率是零 到了周二晚上的时候这个几率升涨到34%了 那么美联储这个加息100点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至少来说已经有人开始说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了 我个人认为加100个基准点的几率 基本上不存在或者很低 但是他至少来说市场会说 你连续的持续的出现了 这些美联储不想看见的信号 或者说这些都是给美联储的弹药 美联储一看我的市场经济强劲 大家还想着去旅游 对未来还有很有信心 大家就业率都很好 资金强劲 这个通货还在高位 对不对 那我要继续 都没办法我的方向 那我肯定要继续加息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最下一个阶段来说 而且美联储还说 他要看到连续性的这么一个跌的空间 所以说当我们今天客人问我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利率还要不要涨 我觉得来说他有可能会继续涨 但是他会不会涨到6.5 7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他继续还会有放上涨的 一个这么一个空间 但是当他涨到了一定certain level了之后 比如说你真的涨了6.5了之后 像今天这些well qualified的客人都不敢去贷款了 或者说是当美国人本土也感觉痛了的时候 那有可能市场就会相对的一个空荡下来了 因为大家要去适应 但是你想2019年我们在利率最上一次的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自住房的利率也是只是在5%左右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了 已经远超于我们的那个在疫情之前的一个利率了 我觉得现在利率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专职从事贷款机构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大幅的裁员 还有甚至是关门 甚至是进行一个倒闭或者破产 我觉得这对于贷款市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打压 那么银行都在自救 我们都收到银行的通告或者收银行的广告 说他们在cut price to the bone 就是说已经把那个钱杀到底线了 就是只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线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来说整个市场是会慢慢有所感 那个反馈有所反应的 所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去观察 但是一到年底之前我们再看下个月的经济数据 希望的话呢 这个之后的因为上个月的涨了很多是 那个我们知道这连续两个月的涨幅有很多是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房子 我们那个housing expense已经慢慢的kick in了 已经开始reflect到这个数据里面去了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见油价的下跌 这段这一个多月的油价下跌应该可以在下个月的数据里面 慢慢的反馈的出来 如果说我们今天刚刚出来的消息 那个铁路罢工的事件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 所以来说我们希望下个月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膨的数据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会比较好的预期未来 这个利率继续涨下去的确会对整个市场压力很大的 谢谢宁总 我们希望不管怎么变啊 美元还是一直坚挺 这样就是因为我做节目很多这个观众也在说啊 说你们挣美金的怕什么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元的资产啊 确实是很保值的到目前为止看 但美联储这样不断的涨息 确实对这个房价和贷款呢 是有一定性的打压 所以呢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路上还是谨慎小心 今天非常感谢宁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话题 嗨谢谢 嗯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周末快乐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